好我们接下来就是开始测试接口 就是测试接口 就是测试一下登录注册 还有那个用户名是否存在 然后我们说过测试数据要即时删除 所以说我们这儿呢 就快速的做一个删除用户的一个方法 然后我们直接做吧 反正做那个路由 就是做那个API 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做吧 也全当是我们最后再回顾一下 我们整个的这个开发API的这个流程 OK 那我们首先肯定要是建路由对吧 路由API里面user.js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注册用户名书存在登录 然后我们接下来肯定再做一个删除 删除 删除就用post了 也用post了 然后delete就好了 async OK 这里面我们要加一个限制 就是我们删除这个功能 我们并不是给所有的 就不是给线上来用的对吧 就是线上我们是不允许删除用户的 所以说我们加一个限制就是 我们看一下环境变量 就是我们开发环境下的DEV对吧 然后那个线上是production 然后测试环境下是test 对吧 然后test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utels有一个environment的DS 就是我们判断如果是test的环境下 就执行这个删除 如果不是test的环境下 我们就不管了对吧 这样的话就比较安全一下 因为毕竟是删除嘛 所以说 isTest isTest我们考下来 然后我们在这儿 去引用一下 utel 另外的问题 好 好 就是如果 isTest 然后我们就执行这个删除 删除的时候 我们既然post嘛 我们删除的时候肯定要什么 要知道一个用户名 对吧 但这个用户名肯定不是传进来的 就是我们要删的是什么呢 删的是当前的用户 就是说 我们不允许用户去删除别人 比如说你传个用户名 把账单给删了 你又传个用户名 把以色给删了 这肯定不行 对吧 所以说 我们要删的用户名是什么呢 我们要删的用户名 是session里面的用户名 也说你登录了 你可以把自己给干掉 CTX叫session.user.info 从这里面 就是测试环境下 测试账号 登录之后 删除自己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就首先测试环境下 然后测试账号登录 登录之后就有session了 对吧 session然后把用户名 放到游户名 然后它可以删除自己 然后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去 要用什么呢 要用这个 controller里面的 这个删除方法 把自己给删除 大家要注意 就这个地方 我们扩取的是 session里面的游户名 然后把自己给删除 而且测试环境之下 这样是尽量的 为了保证安全 首先 feasor的环境下 我们不提供这些功能 第二个就是 你只能删除自己 如果是你想删除别人 不好意思 我们不提供这些功能 对吧 OK 那我们再打开 controller user的js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 删除的一个函数 删除嘛 eboot的 对吧 然后我们 这个函数 delete current user 就是删除当前用户 然后user内幕传进来 好 主事我们要写上 删除当前用户 OK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调用这个service里面的 这个删除功能 对吧 就要操作数据库了 其实这个controller里面 没有什么逻辑 所以就直接调用数据库了 然后 然后我们就跑到service里面去 把这个user.js打开 这里面呢 我们就要加一个 这是操作数据的嘛 所以操作数据就 在这一层 它就不是一道 一个用户数据了 对吧 比如说我是操作数据的 不管你业务里面 是不是删除当前用户 还是说是不是 那个测试状态 我就只管删除 我就只管单产改杀 那好 那我们定义 还是到时候 那就直接就delete user 就完了 对吧 好 把user.js揣进来 这个时候可是真删 就这里面 它service里面 有业务属性 它不像ktr里面 ktr里面 它是有业务属性的 比如说 我要做一下 我业务的逻辑 service里面 它只是一个数据的维护 它是比较纯粹的一个功能 删除用户 就你不管传进来 我就删了 OK 那我们 前段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学习 那个sacralize 删除的功能 就是avate user.destroy draw OK 那些错了 好 var什么呢 删除嘛 肯定给个 vr条件 对吧 user name 比如说我们 传有的name 然后给你 用的name 去删除 当前随着的 这一行 对吧 删除 然后 return 什么呢 return 是不是 应该是 删除 是不是 大于零 因为这个result呢 它是什么呢 result是 返回 result是 那个 返回一个 删除的行数 如果删除成功的话 应该是返回1 对吧 所以说 如果是什么都没删的 那肯定返回零 所以说 它大于零的话 证明它操作已经成功了 因为这个用户存在 所以删完之后 它肯定是 用户存在 它只要删除的话 按照这个条件来 它肯定能删除一行 对吧 删除一行 那肯定是大于零的 所以说 按照这个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 导出 不要忘了 它导出 导出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 Ctrl里引用了 对吧 Ctrl里引用 然后我们 放在什么地方 ServiceUder 我们放在这 好 放在这之后 我确认一下 它是个 Async函数 然后我们就可以 在后面调用它 对吧 找到这个删除 好 我们就可以调用了 对吧 调用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 就是 直接result 复制成 过位一次 DeleteUder 然后把UderName 给它传进去 这样就删除了 然后这个result 就是个true或false 对吧 因为这里面返回的 就是一个true或false 所以说 ifresult 就删除成功 然后return new successmodel 跟之前一样 然后删除失败 然后就returnnew errormodel 同理 errormodel这个地方 也需要传入一个 错误信息 对吧 所以说我们也找一下 这个错误信息 我们把它弄过来 model里面 errorinfo 我们找一下 应该有delete 删除用户失败 把这个信息给它靠过来 然后我们用这个信息 靠的应该是放在这个地方 好 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 找到delete counteruser 这个地方 好 那就是实际删除 然后删除用户名 删除成功 然后就返回一个successmodel 删除失败 就返回一个errormodel 当然这个要输出去 这个刚才我差点就忘了 好 保存一下 好 counter了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路由里面去用了 对吧 路由里面用 我们首先肯定的引用 然后找到counteruser 我们从这去引用就好了 好 引用完之后呢 我们在最后这个 delete这个路由里面 就可以去 直接去执行了 然后ctx.body 复制成 over一次 一次user ok 这样就完了吗 这样还没有完 还缺个什么呢 还缺个这个 就是我们刚看到的这个login check 还缺个这个 就是我们删除嘛 我们要判断 就是我们要通过他的session 去拿路由内部去删除 对吧 肯定是得必须登录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儿 得把登录验证给加上 登录验证 我们看之前 之前没有加过 没有加过 那我们登录验证 是在这个medware 里面 login checks 所以说我们 把这个靠过来 然后把它引用过来 login check 不是证 require medware login checks ok 把这个引用过来 把这个登录验证给它加上 这样的话就说明删除的时候 我们必须登录 对吧 不登录的话就删除不了 所以说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一开始做登录验试的时候 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绕过这个login check 然后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就去讲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正好这儿有一个login check ok 这个删除的接口做完了 对吧 删除接口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实现 我们说的这个测试接口 并且测试数据 即是删除 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过程大家要注意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设计的这个逻辑 就是为了保证数据的安全 必须在测试环境下 必须删除自己 对吧 不能删除别人 所以说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一下 设计思路是什么那样的 所以说做完删除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 把我们做那个 大家测试 测试那个注册 登录 以及用我们的事物存在 测试完之后 我们把数据清空 删除 这样 对吧 完事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